请大家试试做这条题目 这次他给了三个确论来我们 然后他就说 B是Line on x-axis at 4 那便很容易知道 其实B的座标你就立刻知道 不就是40 然后C的座标是-6-1来的 不用问了 -6-1 先写在上面 AB的座标是-4分1 AC的座标是2x加y加13等于0 先去到A A就要谓AB的座标 你会发觉其实都齐齐了 如何齐齐 我们AB的slope也知道 AB的point 其中一个point就是40 我们都会知道 换言之我们可以用slope和point 去计算到这个座标 我直接来到 A就是我们平时怎么去计算的 就是y-y over x-x 等于slope 我们经常用它的口缺 那这个口缺怎么用呢 就是y-0 x-4 y-y除 x-x 只有slope slope它就给了你了 -4 之后就是2项 交叉相乘 4y-x加4 0 之后就是x加4y-4 等于0 我知道有些同学会喜欢用slope inersetform 所以我都写了给大家 有slopeinersetform的同学会做到 -4分1x加1 好 然后有part B 有part B 找一个coordinate of A 你会发觉 AC的equation 题目给了你 AB的equation 刚刚我们计算了 其实AC和AB的双交点在哪里 其实不是在A点 所以直接把这两条式做联合方程就可以了 这里写在这边 做联合方程 第一条式就是我们的 x加4y-4等于0 第二条式就是我们的2x加y 加13等于0 这些就要按program 可以了 联合方程program 直接按出来 x和y-8 和3 所以A的座标 就会是-8 但好3 好 past C past C 他说 Let m be the midpoint of A C m是这里 那 其实我们可以计算个coordinate 因为我们的midpoint很容易计算 两个x 双加除二 两个y 双加除二 直接记住先 不要看后面 双加除二 -8加-6 除二 就是-7 3加-1 除二 就是-1 -7 -1 他说 g is a centroid Lying on the median of bm bm bm是个median 不要意外 因为m是个midpoint bm是个median bm是个median 我计算熟悉的同学都会知道 2比1 其实在我们 form3 教Centroid 其实也有轻轻说过这件事 所以我们 再记一记这个facts 但题目这次很好 它是给来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facts 再写一个Ratial Ratial是2比1 OK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我们可以用Section formula Section formula 告诉你什么 Section formula 2乘以对面的x 就是再加1乘以对面的x 除3 就是我们g点的x OK 那我们来吧 我们的x座标就是 2乘以对面的x 加1乘以对面的x 除3 Y也是一样 2乘以对面的y 加1乘以对面的y 除3 所以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我们的g 就是-10 over 3 接着就是2 over 3 这是part c的情况 partd partd就问 g是否lice on permitted by sector of ab 它问你 g的一点 是否在ab的permitted by sector上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计算一下 究竟 permitted by sector的slope 是多少 然后看看g 和midpoint的slope 是多少 看这两个做比较 就会知道 究竟那点是否真正要的 所以你有发觉 either two cases 也要计算 所以我计算了A和B的mid point,所以我计算了mid point,我计算是n n 点就是如何计算? mid point 刚才说了,就是两个x 代表加上除以,负8和4,加上除以就是负4 所以除以就是负2 两个y 代表加上除以,3和0加上除以就是1.5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ng的slope 我们计算ng的slope之后,和AB的slope成为,等于负1 如果等于负1,就是直角,直角代表是permeticular,再加bizet 为何bizet,因为n就是bipoint,所以它就要bizet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两个slope成为 slope of gn,乘以slope of ab 先把gn,上面也计算了,我直接来到1.5-2 of 3 下面就是负2-10 of 3 这个就是gn的slope 而ab的slope,其实也不用,因为ab的slope是负4分1 所以就乘以负4分1 乘以后会等于负5分32 多少都不重要,最重要不是负1 所以gn is not perpendicular to ab 所以就是not agree 这题目也算你们完成的 以上 就是克里老师的 做人 下面ference 您可以切金